耶稣基督的人性 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 已经用了许多的经文和例子 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现在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人性 耶稣既然是一个完全的人 那么他就必须具备人的一切属性 只有他没有 只是呢 他没有人的罪性 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罪性呢 有些基督徒啊 简单的回答 说因为他是神嘛 但是耶稣基督不也是人吗 人不都是有罪的吗 耶稣为什么没有罪呢 这些问题啊 我们将放在第六章 有关耶稣基督的无罪性和无罪行当中去讨论 圣经啊 在四篇当中充满了有关耶稣基督是人这方面的记载 比方讲了他的出生 他的成长 他的事方 他的工作 他的感情 他的经历等等 让我们一一的来考察 根据圣经的记载和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第一点 耶稣基督有肉身的生命 耶稣基督有肉身的生命 耶稣基督既然是人 就一定会有母亲怀胎啊 婴儿出生啊 这个过程 既然他是人 也必定有这样的过程 降世为人嘛 那么耶稣基督和人不同点在哪里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 乃是由圣灵感孕 经过童征女玛利亚怀孕而生 除此以外啊 和人类的出生 几乎可以说毫无分别了 圣经当中非常详细的记载 耶稣的出生 玛利亚福音二章十一节 那里记载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服服拜那小孩子 借开宝盒 拿黄金 乳香 末月为礼物献给他 第二点 耶稣基督有人的家庭 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 又生了许多子女 耶稣和他的弟弟妹妹们 一起生活 一起长大 虽然圣经当中 对耶稣的幼年 童年 少年 记载的很少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耶稣生活的家庭啊 一定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 耶稣成长的家庭 这个家境并不富裕 因为约瑟 也就是他的养父了 是一个靠手艺为生的木匠 耶稣呢 又是家里的长子 所以我们可以想得出来 他一定呢 会要帮助约瑟呢 做一些木匠活 如果我们看过耶稣传 和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电影的话呢 里边多多少少描述了 耶稣这个 幼年和少年时代的一些事情 当然那是艺术上的加工了 当地的人呢 都知道 约瑟是个木匠 那么耶稣呢 可能也会做一些木匠活 他下面有四个弟弟和几个妹妹 正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出身呢 是很卑微的 又是在拿撒勒 这样一个不受尊重的小地方长大的 所以啊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里的犹太人呢 就厌弃他 或者说 看不起他 因此你看 在马可福音六章第三节那里记载 那些犹太人就说 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约西尤大西民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在 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厌弃他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跌倒了 其实不仅当地的 本乡本土的犹太人看不起他 就连他自己的弟弟呢 也有点看不起他 不信他就是基督 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五节 那里记载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儿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样名声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 可见的 耶稣基督成长的这个家庭 是个相当典型的贫穷人 或者是草根阶层的家庭 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从小和人生活在一起 说明他也是有人性的这一方面 第三 耶稣基督有人的成长过程和学习过程 耶稣长到十二岁的时候 在殿里坐在教师们中间 边听边问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 那里说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这段经文 表明耶稣也像小学生一样 从小就非常愿意动脑筋 喜欢思考 他不是稀里糊涂的 接受那些犹太教师们所讲的内容 所以啊 我们也应该学习 在耶稣这样的一种态度 在我们学习有关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也是 慎思明辨 一面听 一面问 对所信的内容 做到真知确信 当然了 像童年耶稣这样的孩子 是人见人爱的 正像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 那里记载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 在他身上 路加福音二章52节又记载说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 其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我们留意一下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这个身量的意思 原来就是指年纪的意思 那就说一岁两岁 十岁二十岁 这么一天前长大了 第四方面 我们来看 耶稣像神的仆人一样 开始了他的侍奉 耶稣像神的仆人一样 开始他的侍奉 圣经记载 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 大约是三十岁 有人的年龄做个记号 有他人对他做了一定的评价 他们认为耶稣是木匠约瑟的儿子 可见那个时候 人们还并不清楚 玛利亚圣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 路加福音三章23节那里记载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希利的儿子 耶稣也没有告诉他 没有告诉人 他自己出生的身世 而是用自己的侍奉 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 是神本体的真相 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 他所传讲的信息 是天国尽了 你们应该悔改 这也同样是耶稣开始传道时候的信心 他把天国的福音传给穷人 他医治有病的人 安慰伤心的人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传福音 为什么对那些生病的人 贫穷的人 伤心的人传福音比较容易 相反 你对他有钱 有事 有学问 有知识 有文化 有头衔 人传福音很难 因为他们心里 已经被这些学问 地上的财务势力 所充满了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五方面 耶稣也像人一样 是有肉身的需要 耶稣也像人一样 有肉身的需要 马太福音四章二节 那里记载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我们看这两处的经文 就知道 耶稣也会饿呀 也需要吃 也需要喝 四福音当中 几次记载 耶稣饿呀 需要吃饭 需要喝水 需要休息 这也就证明 耶稣具有人的 基本的属性 我们再来看 耶稣呢 也会口渴 需要喝水 约翰福音四章七节 那里说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 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同时呢 耶稣也会疲劳 需要休息 我们再看 约翰福音四章六节 那里说 在那里有雅各景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还有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他就说 你们来 同我暗暗地 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的功夫 也没有功夫 说明啊 这里边 耶稣需要吃饭 需要喝水 也需要休息 这些都表明 他有人肉体的需要 第六点 耶稣也受魔鬼的试探 人会受到魔鬼的试探 耶稣也受到魔鬼的试探 魔鬼明明知道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还要试探耶稣呢 他企图用当初试探 亚当夏娃的手段 和这种方式来试探耶稣 他在第一个亚当身上成功了 但却在第二个亚当身上 失败了 魔鬼无法试探 耶稣的神性 但是却要试探 他的人性 因为从魔鬼三次进攻 和他所提的 这样的三次试探当中 都可以看到 完全是从人性的需要 和欲望下手的 比如说 马太福音四章 三节四节 那里记载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常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说的一切话 接下去 马太福音 四章五节到七节 那里记载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常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 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常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出 你的身 我们再看下面呢 马太福音 四章八节到十节 又记载说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父父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 退去吧 因为经常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丹药 侍奉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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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讲的这段话 撒旦 退去吧 这个撒旦 就是抵挡的意思 就是搅扰的意思 所以你看今天 在教会内部 很多搅扰啊 这都是出于撒旦 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 抵挡神 搅扰 这是搅扰教会 这是魔鬼另外一个称呼了 弟兄姊妹 我们从这三段经文当中啊 我们好像能够看出来一个规律 就是这三段经文 都是从人 的人性的角度 和人的欲望下手的 我们看第一段 是要首先从食物上下手 因为耶稣饿了 所以呢 撒旦趁着这个机会 来试探神 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 那耶稣能不能让石头变成食物啊 当然可以 但是耶稣并不是为了要 证明自己可以变成 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就变成食物 而是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处的一切化 第二点 魔鬼把他带到一个圣城 带进了圣城 让他站在垫顶上 说你啊 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 这叫试探神 而且魔鬼啊 好像对圣经还蛮熟的 因为他说啊 这个经上记者说 主要吩咐你的 吩咐 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我们看到这里啊 同样是这一节经文 他把它用在这 目的呢 是为了要试探神 所以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又是用圣经上的话 最后 魔鬼那两招都失败了 从荣华富贵这个角度 来试探人 所以 让他呢 看到世界上的万国的荣华 结果呢 又一次被耶稣击败了 从上面这段圣经的记载 我们看到 魔鬼试探人 就是用世俗的东西 不过啊 他是引用圣经啊 引经据典啊 因此我们要小心 不要以为圣经熟 就一定是对的呀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世界二十年前 那个哭冲声的 叙永泽也是引经据典啊 包括今天呢 我们听说啊 有个比利亚出版社的 金七栋 是南韩来的啊 翻译他的书叫李济宅 他们也引经据典啊 包括呼喊派的头子 李长寿也引经据典啊 所以弟兄姊妹啊 他们引经据典 是要搅扰神的教会 搅扰神的贤民 因此我们也必须引经据典 如果你不能引经据典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所以圣经说 我们必须用全部的军装 抵挡老恶者 搅扰的事是从来就有 而且一直要到主再来 你不要以为啊 我们圣经知道了 就可以抵挡魔鬼 一切的诡计的 知道了还不行啊 还要把圣经真理 真的好像粮食一样 吃下去 而且消化了以后 才能抵挡魔鬼 斯巴黛的轨迹 快嚼扰了 第七 耶稣经历肉体的死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祂是神本体的真相 祂为完成救恩 倒成肉身 降卑为人 这不仅表现了 耶稣基督顺服与谦卑 也是完成救恩的必经之路 因为只有无罪的 才能代替有罪的 这样的死 才能会有功效 旧约当中 无罪的动物 虽然代替了有罪的人死 但是人的罪 还是不能除去 因为牛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旧约的献祭 只是一种预表和象征 神的儿子要为人而死 就必须有人的肉体 有了人的肉体 才能提取人的软弱 才能了解人 在受试探的时候 那种艰难 正像新约圣经 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那里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提取我们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 这个祂是指耶稣基督说的 耶稣替我们死了 经历了人 肉体死亡的所有的痛苦 说明祂有人的俗性 正像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那里记载 耶稣尝了那错误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也被埋葬了 第八点 耶稣也被埋葬了 在古代王人死了 总是要埋了 不像今天 少帝把火 把骨灰摆在盒里就算了 不是那样 那么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 耶稣死了 也被埋葬了 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的亲人 祂的门徒 我们说的 是指一汉说的 为祂哀苦流泪 也像人死了 自己的亲人死一样 后来呢 当时祂的亲属 祂的门徒就按照 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把祂安放在坟墓里头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 那里记载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那中有豪邪妇女 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节 圣经记载 安放在自己的心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口 墓门口就去了 我们看这个过程和一般人没有区别 都一样了 在这里我们看圣经四福音的记载 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跟随他的人反而是一般妇女啊 那些男的都哪去了 男的都吓跑了 只有一个跟随他 到十字架底下就是约翰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把妇女姊妹们的侍奉贬低下来 那是错的 我们在这里看 耶稣死了以后 很多人呢 为他做了很多的准备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很多的妇女们为他准备了香料 后来还有尼格迪姆 更是把他当成 备受尊重的一位 先知 用香料带了一百多斤 来前来要熏他的尸体 这一切的过程 都和犹太人的这个 葬礼完全相同的 没有什么两样 说明啊 当时他们都把耶稣 完全当成了人 因为他们与他朝夕相处 路加福音二三章五十六节那里说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 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征着诫命安息了 还有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 又有尼格迪姆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魔药和沉香 约有一百斤前来 一百斤这是相当多的这个香料 也可以说呢 我们相信也是很贵的 那表示尼格迪姆在那个时候 相信他已经接受了耶稣 第九 耶稣也有人的感情 耶稣爱小孩子 大部分人呢 看见小孩都会觉得很可爱 耶稣看见小孩子 也觉得呢 他们很可爱 所以爱他们 也愿意跟小孩子们在一起 愿意让小孩子到他跟前来 他还用小孩子天真无邪的天性啊 比于在天国里的人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节那里说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又说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所以弟兄姊妹啊 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事奉当中 可千万要抓紧 对小孩子这个教导和带领啊 你不抓紧 有抓紧的 就是魔鬼撒旦抓紧的 我们不讲神到天地万物 他就跟你讲 人是好辩论 那么耶稣也有人的感情 遇到一些特殊的事 也会觉得好奇 也会觉得稀奇 比如说马太福音八章十节 那里记载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的 这表明了 耶稣也同样作为人 对一些新鲜的事物 也会觉得有稀奇 有好奇的感觉 这并不是说 这些事情超乎了 耶稣基督全知的范围 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 而是表明了 耶稣作为一个人 对于新鲜的事物 新奇的事物 得了一种自然反应 所以说明 他是完全的人 和人一样 另外耶稣也会赞赏人 当他看到一个寡妇 向银库里投了两个小钱的时候 他便称赞那个寡妇 所投的比众人更多 体现了耶稣人性的 另一个侧面 还有耶稣有爱心 谈到耶稣的爱心 历史充满了整个的四福音 耶稣爱玛大 玛利亚 拉撒路 并且充满了怜悯 耶稣在拉撒路 目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样的记载呢 在圣经当中呢 应该说是罕见 可见耶稣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非常的深厚 耶稣的这个行动 又一次证明了耶稣有人的这个特性 像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 那里记载 耶稣素来爱玛大和他妹子 并拉撒路 你看他有一个人间的真爱吗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那里记载 玉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呀 不过啊 你看圣经四福音的记载当中 好像没有记载耶稣笑了 没有 好像在人间的事当中 真的没有值得耶稣 那么高兴快乐的事一样 耶稣很谦卑 谦卑啊 是耶稣行事为人的一个特点 他心里柔和谦卑 并且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样式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心里谦卑的人 必得到从主来的恩系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那里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上面我们说的都是一些人的正面的感情 体现在耶稣身上 耶稣也有负面的感情 比如吧 第一 耶稣会愤怒 人这样的不合理的事情 会感到愤怒 神看到人犯罪 也会感到愤怒 耶稣看到那些恶人试探他 并且知道他们的诡计 要陷害他 就怒目看他们 他看到人利用神的店做生意 便用鞭子 把牛羊和商人都赶出去 这些方面呢 圣经有清楚的意在啊 马可福音三章五节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缘 又比如说 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到处兑换 因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你看很生气哦 很忧愁啊 耶稣也会忧愁啊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圣经记得 耶稣说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 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人会愁啊 耶稣也会愁啊 耶稣是人 不过啊 他不像世人那样为世界上的忧愁 而是为了上十字架而忧愁 不是怕十字架的痛苦 而是不愿意圣洁的神性 被世界上人的罪性所污染 但是 他是为了上十字架而来到世界上 所以他说 他心里忧愁啊 这说明啊 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啊 这是每个人面临困难的时候 都会有的反应 另外我们看耶稣会叹息 叹息啊 是人的一种典型的负面的情感 当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啊 也会叹息 哎 怎么怎么样啊 耶稣有完全的人性 他遇到犹太人心里刚硬 不信他所讲的道 只想看神迹 好像看热闹一样 因此呢 他为犹太人深深的叹息 马可福音 第八章十二节那里说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耶稣也会难过 也会感到孤单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 圣经记载说 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赏通 祷告更加恳切 汉珠如大雪点 滴在地上 又比如说 马可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 那里记载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下面记载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的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事吗 你看啊 耶稣面对世人的罪 都要夹在他自己身上这件事情 心里非常的忧伤难过 而且 在柯西马尼园独自祷告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迫切 可是门徒啊 都大嘴睡着了 没有一个人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在他身边陪伴他 圣经记载 因此才有一位天使来陪伴他 这件事 也对我们是个提醒 对遇到忧伤 重担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不要做别的 哪怕是要陪陪他 这就是莫大的一个鼓舞啊 我们看到一些神的仆人 当他们在劳改场 劳改坐监的时候 只看到有的弟兄姊妹 看他一眼 他心里就都安慰了 所以主义书那里提到 刁那有一天审判的时候 他对那些义人说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吃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来看我 我在街里你们来看我 你看啊 看一看啊 这是在神那里都记在 他的赏识的册子上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 就是神的仆人 使你们在坐监的时候 在劳改场的时候 有人在看他 这在神那里 没有不得赏赐的 说到这里 我们想起在上海 有几位老人家 他们现在已经都安息住和安了 比如说董金珠老姊妹 又比如说代老太太老姊妹 代老太太叫什么名 我都叫不上来 但是我记得她的事情 就是当弟兄姊妹坐监的时候 才去看他们 带着东西 带着衣服 带着吃的去看他们 董金珠姊妹也是这样 带着衣服 带着东西 或者寄钱 给你是坐监的劳改犯 弟兄姊妹 这样的人所做的 都记在神的册子上了 另外耶稣呢 有悲伤哭泣 有人以为圣经当中 记载耶稣哭了 只是在拉撒路墓前的那一次 其实耶稣悲伤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起你平安的事 无奈 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 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必诸其屠雷 周围 环绕你 寺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 不知道 眷顾 你的时候 又比 西伯来书 五章七八 两节说 基督在肉身的肉体的时候 即大声哀哭 流泪 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 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另外 耶稣说话有创意 除了上面所谈的正面的 和负面的情感以外 还有其他的人性的表现 比如 人们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常常用比喻来形容 这样使人很容易的了解 所要讲的道理 能够明白 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 来讲天国的道理 来证明自己是基督 击退恶意的攻击等等 他还痛斥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还教导门徒 学习功课 这些都表明了 耶稣说话有创意 耶稣所用的比喻 都是当时当代犹太人 生活当中的人事物 让听见的人呢 很容易理解 而且产生共鸣 这是我们学习的 耶稣所用的比喻 包括羊与狼 麦子与拜子 山羊和绵羊 主人和仆人 父亲与浪子 还有杀种的 芥菜种 好撒玛利亚人 十个童女 面觉 酒 皮带等等 这些都说明耶稣的 有人的生活 第七方面 耶稣也被称作是老实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那里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优势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优势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音响吗 又比如说 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六节 主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艺术呢 人 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耶稣被跟随他的人 称作是夫子 或者拉比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拉比 就是当时犹太人 专门做老师 教导人的这批人 耶稣被称作老师 和专门来教导人的人 这是人的称呼和头衔 说明 在门徒的心目当中 已经把耶稣 当成是善于教导的 好老师了 耶稣也就是这样 以身作德 为人施表 他为门徒蹊脚 用仆人的心态 来服侍门徒 正说明 这个属灵的原则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 那里说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 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谦卑 今天呢 在教会当中 很多人要做老师 很愿意做老师 做教导 任某某 是我的学生 某某是我的学生 好像他就是 理所当然的老师一样 这正是说明了 这人骄傲的心态 第八点 耶稣 有人类寻求神的心 人除了有情感 和肉体的需要以外 还有寻求神的天性 每个人 对神的认识程度 有不同 但是需求神的本能 都是相同的 耶稣 如果是完全的人 他也一定会有 寻求神的愿望 从耶稣 对玛利亚 所说的话当中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耶稣从小 就有寻求神的愿望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有人可能会反问 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 又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 又有神完全的属性 他就是神 那怎么 他还要寻求神呢 这岂不是有些矛盾吗 不错 作为神的儿子 作为神本体的真相 更需要寻求神本体的主义 因为他凭着自己也不能做什么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父在他里面所做的 做而且是做父自己的事 他完全是照着父的旨意行事 这是从耶稣基督的神性角度来看 但是呢 当我们从耶稣基督的人性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 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既然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就有人寻求神的这个本能 因此我们看到 在耶稣 在耶稣长大成长过程当中 有理性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 也是认识神 寻求神的过程 第九方面呢 耶稣 也被称作是人 在圣经当中 多次记载 耶稣基督被称作是人 因为他的的确确确是人 是完完全全的人 因此 耶稣自己称呼自己是人子 人子 这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的儿子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 非常贫穷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大家不要误会啊 有人说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说 要不振枕头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连枕头大的那么一块滋留地 都不属于他的 那么荣耀的神子 降悲成这样贫穷的人 都是为了完成神的救恩计划 使人能够有重新与生和好的机会 除了耶稣自己称自己是人子以外 别的人 大伙也都怕他当成是人 比如说 马可福音六章二节 那里记载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学人 众人听见就甚稀奇 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 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有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 也称耶稣为人 比如撒玛利亚妇人 称他为人 因为他起先不知道耶稣是谁 而且呢 从民族的感情上拒绝耶稣 撒玛利亚妇人 对耶稣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九节的记载 但是 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 听到耶稣说 他自己有了五个丈夫的时候 他就痴情都不得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嘛 素来没见过的人 怎么会认识 到这个时候 他就知道 站在他眼前的 这不是一般的人 一定是个先知的 所以耶稣的肉身和他的向往 是他背称的人 的一个决定因素 而且没有人 否认他有人性 因此 有他人才随随便便的对待他 刚才 我们讲完了 有关耶稣基督 人性方面的事情 讲到这儿呢 我们再 做一个总结 我们用了两章的篇幅 已经基本上证明了 耶稣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呢 让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 基督是完全的神 是完全的人 他具有神的一切属性 又有人的一切属性 但是没有人的罪性 罪孽和罪行 基督一生的经历 充分表明他神 人的两性 比如说 在行神迹歧视啊 四尔复活啊 等等 这都体现 他是神 他有肉身的需要 又渴 又累 又饿 又哭 哀伤 忧愁 这就充分体现 他有人的感情 这是充分体现 人性的一方面 第三 耶稣的死 证明他是人 有人的肉体 人才会死 神是不会死的 所以三天以后呢 他又复活了 证明呢 他是神 因为只有神 才能从死里复活 第四点 耶稣基督的位格 耶稣基督的位格 我们前面讲了 耶稣基督有神 儿子的位格 而没有人的位格 耶稣基督神的位格 可以讲出他人的需要 因为神的位格 远远超出了人的位格 我们前面举过几个例子 比如说耶稣说 我与父缘为一 我就是真葡萄树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等等 每一次耶稣讲到 我是 我是的时候 都是在用 神 儿子的位格 在讲话 神的位格 也可以讲出 耶稣基督 基督人性的需要 比如 他渴了 他饿了 但是 如果说 耶稣基督是人的位格 那这个就解释不通了 因为人的位格 不可能代替神 才讲出神的需要 人不能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就是真葡萄树 我与父缘为一 拿瑟勒的那个木匠 不可能与神完全为一 而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儿子的那个位格 那个我与神 和尔为一 他本身与父 就是一体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继续讨论有关基督的真理 第五部分 第五章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使徒约翰呢 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用的这个道这个词 来描写 基督 是非常有智慧的 这是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 是用希腊文写的 希腊文当中 这个道 logos 英文翻译成words 这和西波兰文化当中 这个道啊 有非常类似的意思 在希腊文当中 这个道 那是指 关乎宇宙万物的 那个理 在犹太文化当中 这个道 这个word 是指创造 和管理宇宙万物的 那一位 所以您看呢 在约翰福音用这个词 用这个道 这个词 对犹太人来说 是有意义的 对希腊人来说 也是有意义 这个两西文化 希腊文化 西波兰文化 都知道约翰 所讲的这个道 就是指着 那一位创造者 和管理者 创造天地万物的 主宰说的 约翰进一步指出了 道 就是基督 道成肉身呢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成了人的形象 并且充满了恩典 住在我们中间 基督耶稣的教训 和所讲的话 也是道 英文和希腊文 却用大小写字母 把耶稣基督 和耶稣基督所讲的道 分别开来 大写的word 指的是基督 而小写的word 指的是基督 所讲的话和教训 比方说 约翰宾12章48节 那里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太初有道 这个词和创世纪当中 起初是同一个词 同一个意思 从表面上来看呢 这两个词 好像是在讲 一个时间的起点 其实啊 所讲的是 创世以前的性质 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起点 创世纪 用起初讲到了 神在创世以前就存在这个事实 约翰福音又一次用了太初这个词 来描述道 从太初就存在这个事实 两卷书实在相差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两位作者也从未见过面 但是他们所讲的内容呢 却是一致的 太初有道 这个有字是中文和合本翻译 因为这个意思是表明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但是当我们查考原文 西大文 或者查考英文的圣经的时候 就发现 不是太初有道 而是太初是道 不是太初有道 而是太初是道 这个意思是说啊 在创世以前 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 就世道 就是基督 就是神 而不是有神 有基督 这个讲法就完全符合了 I Who I M I M Who I M 那是我是这个真理 神就是那位我是的神 所以有的翻译就是说 我是我 原来的意思就是 我是我 什么意思啊 我是我 什么意思啊 那个意思是说 我就是开始 我就是末了 我就是子是永世的神 所以中文说是 子有永有 其实是子是永世的神 因此这个太初是道 就更加 必真的描述了 我是这个神性 万物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基督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下面我们要谈一个问题 中国的道教 这祖师爷就是老子 老子呢 在他的这个道德经当中 讲到了道 可是问题是老子的道 是不是就是圣经上 所讲的道呢 中国的古圣先贤们 是敬天之士 从上古时代 就对神有所认识 连老百姓都知道 老天爷的存在 早在炎黄时代 就懂得敬天 祭天 老子和他的继承人 庄周 把对神的认识 进一步理论化 明确的提出 宇宙之间 一定有一位创造者 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 这是很了不起的 但这仅仅是 人对自然界的一个 规律的观察 和敬天的天性 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如果正像保罗 在罗马书当中 所说的那样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老子也好 庄子也好 都是纯修战国 时期的哲学大师 正像古代希腊 除了很多哲学家 苏格拉底等等 一样 他们认为这个道 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 当中说的道 说是怎么说的呢 先天地生 都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止 可谓天下至母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没有固体形体 超越了人的感觉和知识 但又是永恒的 是宇宙之间 一切事物和现象的 总的根源了 后来 老子的学生 庄舟再寻老子之说 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提出了道 并不是想象当中的产物 是自古以来始终存在的 虽然人不能直接感觉到 但是道是无处不在的 周庄在庄子一书当中 说到道具有永恒性 和无限的运动性 而世界上的万物呢 都是暂时的 世间万物的生死变化 却又各自的状态 体现了道的规律性 庄舟还提出了 由于道是无所不在的 因此道与人的精神是相同的 人的精神变化 也体现了道的规律性 最后啊 庄子得出了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这样的结论 庄子的结论 比老子近了一步 他提出了 造物主与人之间有关系的 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什么关系呢 他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没有圣经当中的启示 圣经告诉我们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人的话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 没有人把道成肉身 解释给他们听的话 人对神的认识 从其量也就到此为止了 知道天地万物当中 有一位创造者 但是这位创造者和人 具体有哪些关系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人呢 非常崇拜庄子和老子 更把他们对道的认识 奉为经典 中国的著名学者 林语堂 把老子和耶稣做了个比较 林语堂讲啊 老子与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 老子啊 对神的认识 在当时来说 那是不得了 是非常超前的 但是他们还是人 他们的精神 也不能和耶稣 这个道的精神 相提并论 另外啊 关乎老子的身世 也充满了神秘感 有人说 老子本身是虚构的人 并不存在 根据道教的说法 老子的出生啊 在天地生成以前 他妈妈 他母亲呢 因为吞吃了 这个太阳精华 而受孕了 怀胎一直坏了 81年才生出老子 老子生出来 是头发一定白的 所以称老子嘛 虽然是子啊 但是已经很老的子了 因此 是否真有老子这个人呢 我们无重叉考 也有的传说啊 老子是生在公元前 五百七十年 也就是楚国 苦县这个地方 后来改姓啊 姓李 传说当中啊 曾经担任过周在的史官 史官就是记载历史的 后来因为啊 不满周朝的腐败啊 此官呢 隐居了啊 不干活了 不这个 可以说 跳出功臣呢 这些讲法 可以说是很难考证的 不过啊 不管是 是否是真有老子这个人 但是老子所传讲 这个道 从其量 也是认识了宇宙之间 有一位创造者 宇宙是创造的结果 这位创造者管理的宇宙万物和世界 这是伟大的 这还只有从无神到有神的认知的头一步 但是从认识有神到接受神的救恩 那有很长的距离 从这个认识有神到音信称义 那是很长的一段路了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和圣灵的感动 人不可能自动的认识耶稣 道成肉身的真理 仅仅认识到宇宙当间的有一位神 这是不够的 或者说仅仅认识神是伟大的 绝不能让我们得永生 约翰福音所讲的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真理 就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世界 这是告诉人们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永生 必去重生 必须有圣灵的工作 把人对神的认识提高到一个生命的关系当中 约翰呢 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人类之间的各种关系 这是老子 庄子所没办法看到的 人知道宇宙万物当中有神 这是应该的 人本来就应该知道宇宙万物当中有神的存在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一种本能放在人心里 正向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来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又说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庄子啊 对神的认识啊 固然是值得人尊敬的 了不起 在那个时代当中 他所讲的这个道 道是不是约翰福音所讲的道啊 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呢 假设说他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又是从哪儿得到这个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呢 道成肉身呢 是约翰福音当中重要的真理 而约翰福音这本书 这卷书 成书是在公元以后第一世纪 也当时像保罗这样的一些海外的宣教士是非常少 而保罗又只限于在小亚西亚一带向外邦人传福音 福音传到中国 那应该是可以说我们有记载的是从唐朝开始吧 甚至出土的文物说 早在三国期间已经有宣教士传到中国来 不过这没有从唐朝开始记载的那么准确 在唐朝开始传到中国的福音 当时称作景教 风景的景 那么如果说老子确有其人 那他一定是在听过西方的宣教士传到信息以后才相信的 后来有可能误出了理智上理解了这个道的理论 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了 我们不能随便把老子所讲说的这个道就说成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这样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 也是很危险 因为很容易把人引向歧途 毕竟老子庄子的书对于神的认识并不是圣经 只是他们个人的看法 我们只能以圣经为准则 圣经啊 是我们信心信仰的根基 离开了圣经 我们就变成墙头草随风刀了 所以今天有些人呢 本来是搞政治的 后来就改信耶稣了 改信耶稣写书啊 说老子啊 道子啊 和这个道教的道 为S对耶稣 就是对耶稣了 这就相提并论了 这个讲法是大有问题的 我们呢 再回到来看道成肉身的真理 道成肉身呢 是神的计划 也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所已经预定的旨意了 这个计划里面 包含了基督在石架上的舍身流血 担负世人的罪孽 也包含了基督要借着死 败坏张死权的魔鬼 并要从死里复活 首先复活 成为复活之人 出手的果子 要完成这么伟大的计划 就必须有一位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行事 并且像神一样有能力的圣者 因此啊 神便派他的爱子基督 也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来完成 基督是完全的神 成为人的样式 他须及取了奴仆的形象 这是保罗在菲利比书当中 对道成肉身的描述 也一直被认为是有关基督 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圣经根据 菲利比书二章六节 那里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照须及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谦卑 卑微 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切齿在十字架上 须及啊 是中文合合本的翻译 但是在原文当中 须及有道空 空和落空的意思 那么这在基督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意义呢 有一些英文版本啊 把它翻成啊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He made himself as nothing 意思是说 他主动的降卑了自己 现代中文译本 把它翻成 他自愿放弃了一切 天主教思高一本 把它翻成 他把自己道空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问了 天主教 那不是大义端吗 怎么你们在这里 用他的翻译本呢 在这做参考呢 我们说啊 天主教是义端 是一回事 但是那些学者 那些翻译圣经的人 思高翻译本 他们的翻译是相当相当精辟的 可以说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引过来 作为大家的参考 其实啊 中文和和本翻译 虚极 也是谦卑的意思 我们看上下文啊 就可以知道 道成肉身的真理 看起来 还是比较妥障 因为这就完全符合了 基督谦卑 感愿设计 为完成父神的旨意 这个品格 前面呢 我们提到 加科顿信经 在有关基督的真理发展方面 起了相当大的贡献和作用 不过啊 美中不足的是 加科顿信经 没有揭示了 道成肉身 这个奥秘 没有非常准确 非常清楚的解释 无限的神 怎么又变成有限的人呢 神性和人性 怎么能够在一个肉身当中并存呢 因此啊 虚极这段经文 引起了很多争论 由此也产生了 许多糊涂的概念和偏见 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些异端 在这里呢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为的是大家以后啊 一旦听到了盗空论 或者虚极论 或者破碎论 等等的讲法以后 我们有所准备 好像打了个预防针一样 因为今天呢 是个大迷糊的时代啊 盗空自己 破碎自己 讲的头头是道 其实这正是在历史上的一些异端 或者一些极端 有可能借此死灰复燃 所谓传统的虚极论 基本上都是围绕在基督 耶稣神性的延续 表现和运用方面 除此以外 还有次到空论的理论 次到空论的理论 这种理论呢 是围绕着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的言行 做了一些假设和解释 换句话说 这些到空和虚极的理论呢 都是在怀疑 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 都是对耶稣基督 神人二性不清楚的一些偏见 传统的虚极论呢 认为基督 在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 失去了 或者是暂停使用 或者是部分失去了他的神性 让我们简单的介绍几种 以便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 看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出 各种理论的这种错误 从而兼顾我们对 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信心 第一点呢 我们来看 基督道空他自己的神性方面的仪式 基督道空他自己的神性的仪式 这种理论呢 认为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啊 就放弃了他的神本质当中参与了 当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啊 他的一切神性完全停止了 道成了魂 住在人性的耶稣里面 这种错误的理论错在哪里呢 他就错在 否认了耶稣基督在地上 仍然有神性 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说哈 基督道成肉身 如果他的神性完全停止了 那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种谬论 第二种错误的理论 就叫做基督道空他自己永恒生命的形式 这种理论是说啊 道以他永恒的形式 换成了受人性限制的时间形式 在这个时间这个形式里边啊 耶稣基督虽然能运用超自然的能力 比如神的行神迹啊等等 却不再拥有与神相称的属性 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一听 就知道他错了 错在哪呢 如果基督仅仅能够行神迹 那与其他的先知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旧约的伊利亚也行过神迹啊 摩西也行过神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如何体现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呢 如果基督不再拥有神的属性 那怎么能够从实力复活呢 等等等等 这样看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第三种比较典型的错误 他们说基督造空他自己的相对的神的属性 基督造空他自己的相对的神的属性 这些理论呢 认为基督失去了一些与受造的宇宙相关联的这些属性 比如说吧 他的全能 他的全知 他的存在 这些属性啊 不都存在了 而保留了一些本质性的属性 比如说他的慈爱啊 他的怜悯啊 等等的 这种理论的错误啊 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记载造成以肉身以后 只保留了某些怜悯啊 慈爱啊 而失去了其他的属性 这又是对基督神人二性的一个区间 没有圣经的根据 也没有神学的根据 第四种理论 基督盗空他自己的无限神圣存在的完整性 这句话听起来挺别扭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说基督盗成肉身啊 是取了一个双重的生命 其中一个生命的中心 继续有意识的存在在三位一体当中 而盗成肉身以后的肉体这个生命呢 对于神的这个宇宙性呢 就一无所知了 当然 这又是错了 在这些续集论当中啊 这种理论相对来讲 还算是比较接近于圣经的这个所讲的真理 因为他至少肯定了 基督仍然在三位一体当中有份 或者说他至少还是承认 耶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 他是有神性 而且有位格 但是如果说他盗成肉身以后 对神的宇宙性功能毫无所知了 那就有问题了 基督虽然在肉身之中 但是呢 他还是神本体的真相 因为他有神儿子的位格 他在父里面 父在他里面 这么密切的关系 怎么能对超然的宇宙性一无所知呢 第五种理论呢 是说啊 基督盗空他自己的神性的活动 基督盗空他自己的神性活动 这种理论呢 认为基督所有的神性的角色啊 和他的植物啊 都交还给父神了 等他成了肉身的事 这个道 在对神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就一无所知 因为他已经还给了 交还了父神了 这种理论的错误 显然是否认了 基督在地上有神性 那是绝对荒名 也和事实不符的 所以我们定他是异端 第六种 基督盗空他自己的属神特权的实际使用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基督啊 把神的属性的样式 从真实的世界当中收起来了 暂时保存在一种潜在的世界里 基督保留了他的这个神性意识 但是放弃了那些无形的形式或者性质 这还是错了 显然这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一种编造和想象 即便有人找出某一段经文来做根据 我们也不能相信 因为我们必须从道成肉身的全部真理 以及整本圣经当中 来看任何一个所谓的神学理论 绝对不可以片面的解释和断章取义 我们一定要着本着已经解经的原则 来看任何人的讲道 任何人的文章 任何人的光碟等等 这就是我们特别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教会当中 那些侍奉主的同工们 弟兄和姊妹 神的仆人和师弟们 我们必须在查考圣经 讲解圣经当中下功夫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方面下功夫 我们看人家引的也是圣经啊 也有圣经根据啊 我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极端 所有的异端 讲的头头是道 都有圣经根据 那就麻烦了 那么我们这是讲到道空论呢 下面我们和大家讨论的次道空论 次道空论 次道空论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完全的道空 道空一部分 第一种 基督道空自己 使用神的属性 这种理论认为啊 基督有神的一切属性 但是呢 他却选择不用这些属性 弟兄姊妹 这是有圣经的根据吗 我们知道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已经充分使用了他的神性 而且也显出来他的神性 他要借着各种神迹 证明他就是神 就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就是神的儿子 怎么能说 他没有使用神的属性呢 第二种次道空论呢 是讲 基督道空自己 独立行使神权力的这个属性 第二种次道空论 称作是 基督道空自己 独立行使神的属性 他们是说啊 基督虽然是道成肉身啊 但是仍然有神的属性和特权呢 只不过啊 总是顺服神和圣灵 借着父神和圣灵的能力行使的 也就是说啊 基督道成肉身以后 从来就没有借着自身的神性 而独立行使 比较代表性的 现在呢 有一本书 接着 再创生命的奇迹 另外一套书啊 叫不再一样 他们讲 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 完成神的救赎计划 全是靠圣灵的帮助 离开圣灵的帮助 他就一无所成 弟兄姊妹 这种错误在于 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的 基督有独立的位格 他拥有和父神完全一样的属性 他有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 遵照父神的旨意 行一切的事 完成神救赎计划 并不需要靠着父神 靠着圣灵 另外教给他能力 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归纳一下 宗上所述啊 虚极论和道空论 都是对菲律比书二章六节的误解和谬解 耶稣基督啊 是与神同等的 具有神完全一样的属性 他有独立的位格 自由意志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我们说的这个他 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位格 但是呢 耶稣基督不以此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 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合于一身 两性都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上 两性在神的位格当中合一 而不是在人的位格当中合一 我们前面讲过 耶稣基督有一个位格 那就是神儿子的位格 这个位格取代了人的位格 因为神的位格可以讲出人性方面的需要 但是人的位格却不能讲出神的需要 基督可以接受人的敬拜 人称呼耶稣基督为主 是向他的神性的位格敬拜 而不是敬拜拿撒勒的那个木匠 因为啊 如果没有神位格的人 接受人的敬拜 那么他就是偶像 是神所证悟的 敬拜他的人 就是拜偶像 中国的历代皇帝都要求人啊 把他自己当成神来拜 老百姓向那些没有神性的人和自称是真龙天子的皇帝顶礼膜拜 那就是在拜偶像了 中国人呢 把皇帝称作是天子啊 是天的儿子 真龙天子啊 那就错了嘛 那就是拜偶像了 刚刚我们用的两个词 大家可能留意到的 我们说是误解的圣形的意思 误解的圣形的意思 误解和谬解有本质上的区别 误解是因为好人啊 做了错误的事 谬解本身 这是他的根子 是从撒旦来的 为了搅扰教会 所以我们说 有的是极端 有的是异端 极端呢 是好人误解的圣经 把圣经讲解错了 本来意思是好的 出发点是好的 谬解是本身 犹豫的歪曲圣经在里 所以我们极端和异端 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说吧 呼重生 那就是异端 呼喊派 那就是异端 极端的灵恩派 那就是异端 当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被耶稣医好了以后 耶稣告诉那个人呢 自己是神的儿子 因此那个人就开始拜神的儿子 更确切的讲 那个人是拜神儿子的位格 而不是拜拿撒勒人 牧将 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那里说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前面谈到基督的人性和他神性 以及他的人格和位格的关系 加克顿信经以后的有关基督的真理 特别强调了基督的人性是不能脱离他神性的位格而独立存在 也就是说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神的位格 那么拿撒勒人那个木匠的人性也是不存在 因此啊 前面所讲的 作为人 必须有人的属性和人的位格 但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位格 却是由神的儿子位格所代替 也就是说 当道成肉身的时候 神的儿子的位格取代了拿撒勒人耶稣人的位格 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特例 而且呢 也仅仅有这样一个特例 以后不会再有 神儿子的位格取代了人的位格 也取代了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位格 耶稣基督用神儿子的位格 找父神的旨意说话行事 也用这个位格 讲出他人性方面的需要 并与人交谈 他的神性和人性常常是交替出现 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 这也就是我们不容易用理性去解释的 那你说不容易用理性去理解怎么办呢 只能用信心去解释的 比方说吧 耶稣有意识的进到撒玛利亚一个村里去 像一个在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这正是人肉身的需要吗 但是接下去 他又指出那个妇人已经有了五个丈夫 这显然不是人所能做的 这是出于神性的表现 又比如说啊 他在彼得雅各约翰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呢明亮像日头 衣裳结白发光 但是等着他下了山的时候 又恢复原来那个老师啊 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 同侍奉拿撒勒人耶稣那个肉身的形象 又比如说 耶稣在风浪当中睡着了 太累了吗 这是他肉身的表现 人累了就会困了 就会睡了 但是等他醒过来以后 就赤字风浪 显出他的神性 这样的例子 神性人性交叉出现呢 经常充满在是非的记载当中 这就是体现了 他的神性人性两性的交互出现 耶稣基督既是人又是神 而不是半人半神 他作为人和作为神 必须同时存在 二者缺一不可 耶稣基督的肉体在十字架上死了 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了 他的复活是真实的 可信的 他的身体复活 是为了让门徒和众人 相信他是真的复活了 而不是一种精神复活 或者是灵魂复活 因为耶稣说 你们来摸摸我 魂是无骨无肉的 他知道 人一定要亲眼看见 亲手摸到 否则呢 就不容易相信 所以呢 他就当着他们的面 做了一件事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这样说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又比如说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 那里记载 他们正习的不感谢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啊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肉身的复活 也是为了应验 他在上十字架以前的预言 耶稣 耶稣复活 以后 是以 纳萨勒人耶稣的肉身 显现 在地上住了四十天之久 并且向 最多一次 向五百多人显现 在十八行传 一章第三节那里记载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凭据 将自己 活活的 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显现 讲说 神过的事 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也是以人的形象 被接升天的 而且呢 还要以人的形象再来 所以啊 有些人就认为啊 耶稣把人的形象 人形和人性 也带到永恒里面去了 这种想法听起来 好像很有道理 去的时候 是人的形象 来的时候 还是人的形象 那么我当然 假设在这个期间呢 一定是有人性和人形了 但是我们仔细考虑一下 就会发现 这个证据不足 为什么呢 有人会觉得 圣经当中 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啊 他就升天了 然后呢 坐在父神的右边呢 替我们祈求 好像坐在神的右边 这人才会坐嘛 所以呢 这肯定是有人的形象了 所以证明呢 耶稣呢 就把人形 人性带到永恒里去了 这种说法 真的有些牵强 因为在父神右边 坐着祷告 并不能证明 耶稣就是以人的形象 或人性 在父神的右边祈求 这样一个写法 这样一个讲法 就是要 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 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 左边右边 还不坐在那里 其实啊 到底在天上是怎么样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在天上的事 是灵界的事 我们地上的人 有限的脑子 很难理解天上的事 在这里呢 我们顺便插一句 现在呢 听说很多 VCD啊 很多说啊 讲到某某人啊 上了天啊 上了三重天啊 看上天上 黄金街 碧玉城 还看到很多办公室 还有一个曾经被称作 是有人误以为 他是信耶稣的一个领导吧 第二把手吧 还有他的办公室 还有他的沙发椅子 这些 你从这个圣经真理的角度来看 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谈到在神的右边这个词 我们要在这多讲几句 右边 在希伯来文 希腊文 甚至西方文字当中 是表示权力 荣耀 尊贵的意思 而不是说左边 还是神的左边 还坐着另外一位 耶稣在神的右边 这是表示 耶稣 有能力 尊贵和荣耀 在圣经当中 常常也讲到 神用右手托住 常常呢 我们也会想 那神左手呢 好像两只手托不更好吗 这是文化上的差异 语言上的差异 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是完全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 得到与神同等的地位 尊贵和荣耀 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用无罪的肉身 代替有罪的人去死 因此呢 罪能够得赦免 耶稣基督有人形 因此人可以认出他来 道成肉身 使得耶稣的人性和基督的神性 在神的位格当中合一 如果基督把人性或者人形 带到永恒当中去 也就是说 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和复活生天以后的基督 在属性上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话 那神本体的真相 岂不就改变了原来的形象了吗 正像格林德前书 十五章五十节 那里说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过 必修坏的 不能承受不修坏的 我再重复 格林德前书十五章五十节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过 必修坏的 不能承受 不修坏的 使徒保罗 在这个地方 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血肉之体 根本没有可能 去承受神的过 基督的肉体 是为了他在地上的工作 在永恒里 绝对不可能是肉体的存在 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其实就像门徒显现出 他在天上的形体 肩上的荣耀 这说明啊 耶稣基督可以在灵体和肉体之间 转换来转换去 交叉出现 将来再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显出 当年升天的形象和那个形式 驾云降临 因为他是驾云升天 天使已经说了 你们看他怎么样 去也被照样的驾云降临 这个地方我们得加句话 云彩的云呢 简体字啊 没有那个繁体字 上面有个鱼子旁 没有鱼子 这个云啊 那个云彩的云 和中国古代说话的这个云呢 简体字和那个云是一个意思 所以东方闪电就糊弄老百姓啊 啊 说这个女基督啊 降云降临 就是他说的话 具体就是他那些书 弟兄姊妹 这只能是鱼龙三岁的小孩 不懂简体字和文 而这个繁体字之间的这个差别了 道还没有成为肉身的时候 基督仅有神的神性 和神的位格 道成了肉身以后 基督的神性和神的位格上面 加上了人性 而且这两性完全融合在神儿子的位格当中 前面啊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篇章 来述说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 地位 和他的位格 之间的一些关系 也简单的介绍了有关基督的真理发展史上的一些弊端 道成肉身是神的计划 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创举 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意义 是非常深远的 让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点 同女生子 同征于玛利亚 圣耶稣 这是神迹 不是奇迹啊 这是神 早在万古之间就已经定好的计划 并且多次的借着先知预言 将来必有同女生子 这就是记号了 连他的时间地点历史背景和将来要做的事讲得清清楚楚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实 而不是偶然发生的怪事奇迹 不是的 第二点 道成肉身给人类带来了希望 因为基督是新造的亚当 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了新造的人 同女生子就等于圣灵在玛利亚身上重新创造了一个亚当 我再说 童女怀孕生子 在玛利亚身上所应验的事情 就等于圣灵在玛利亚身上重新创造了亚当 一个新的亚当 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我们再说 创世纪讲的那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 而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 乃是叫人活的灵 第三点呢 我们归纳的是 道成肉身是空前的 也是绝后的 独此一位 没有第二个可能 不可能有第二个道成肉身的基督 世界上 一些宗教企图道用圣经基督 道成肉身 来神化他的教主 增加一些神秘的色彩 比如说 喇嘛教 被称之活佛转世 灵同转世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必死的罪人 都要等候末日的审判 第四点 道成肉身 与死而复活 都是神拯救计划的组成部分 基督从死里复活 并且显现给人看 让人凭自己的感官 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了 基督如果不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 而且呢 我们仍然活在罪里 我们也世人毫无分别 毫无指望 我们也要死在罪里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所说的 基督也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 曾经展示过博外的圣贤而已 也只不过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或者说伟大的先知吧 这就是和一般我们所以为的 那些宗教有极大的区别 这正是现在很多不相信基督复活的人 对耶稣的认识 他们把基督啊 和世界上伟人 名人 圣贤并列起来 所以才定出的老子 道子 对耶稣吗 他们所崇拜的圣人 是圣贤的精神罢了 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点上特别的注意 保罗接下来讲 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 前面都是做一种假设 后来他自己见证 耶稣复活以后 除了显给众使徒看 显给很多人看 最后也显给他自己看 所以他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 基督徒绝对不能盲目的接受 任何其他的所谓这些宗教的观点 因为我们若是单靠基督 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 基督不但已经复活 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 将来还要再来 第四点 道成肉身的基督 和其他的宗教教主 有根本的区别 有本质的区别 其他的都是假神 都是偶像 只有基督 唯有基督 才是人类的救世主 在这个地方 为了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列出一个表格来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表格呢 我们将会在下一节当中 和大家仔细的做一个比较 接下来 我们再看 道成肉身给人类带来了生命之光 那就是救恩 照亮了坐在黑暗当中的人 为外邦人得救 普通的道路 道成肉身 是神超然的能力里的体现 神不仅创造人 而且亲自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人世间 拯救人类脱离 最佛的瑕疵和困惑 道成肉身呢 还是神 大爱的表现 充分体现了 创造者是一位 有位格的神 他的爱 是无比的爱 是罪人 为罪人而死的爱 正像罗马书五章七节所说的那样 道成肉身 使人类可以恢复和神原来那种亲密的关系 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 祂要让我们人犯罪的人重新与神和好 另外呢 道成肉身 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就是要借着死 败坏 长死权 打败魔鬼 我们常常以为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 然后被人死了以后就复活了 完了 实际上在整个的救恩计划当中 这是最重要 实际上很重要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耶稣一定要借着死 夺取死亡和阴间的药质 战胜魔鬼 败坏 长死权 道成肉身 还要做睡了之人的出手果子 在基督里的众人 也都要复活有荣耀的身体 怎么叫睡了之人呢 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死了 人肉身死了 其实是睡了 有一天我要醒 这个睡和醒 这个和世人的那个死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叫出手的果子 我们如果看到树 水果树 或者中国水果树 不管是苹果还是梨 开始 第一个果子熟了 接下来 一大片都熟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復活 好像那个树上的果子 第一个先熟了 接下来 一片都熟了 这是形象的说法 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意味着 我们的所有信他人 都要复活 我们说啊 这个睡了 我们刚刚说的 睡了的概念和死了的概念 有本质的差别 我们说所有的圣徒 在人看来 死了 其实是睡了 睡还有行的时候 行了就到神那里去了 出手的果子 就是这个熟了以后 一大片都熟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顺便提一下 在有些地方 有些教会 有一种看法 说如果这个人呢 基督徒死了以后 他身体是软的 哦 他就将来上天堂了 大家都哈利路亚 三位主 如果一摸 哎呦 这身体僵硬了 麻烦大了 这老弟兄一摸 身体硬了 这要下地狱了 全家痛哭流气 为这个信了 半天白信了 弟兄姊妹 这是常识的问题 这是错误的看法 法一鉴定 一个人死了多长时间 就启动 就是看看他硬了 还是软了 如果是软的 这个表明刚死没有多久 如果硬了 表明他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 如果再软了 那就已经死了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死尸啊 有这么个变化的过程 先软后硬再软 这是鉴定 他死的时间长短的一个标志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些传统的概念 一些所谓老弟兄 大仆人的看法 那不准啊 实际上有一些 根本是超乎常识的 连常识都不知道 我们不要把这些 当成真理去教导人 犯了错误 所以 在这里我们提上 任何人讲的道 任何人写的书 任何人做的光盘 都必须慎慈明辩 用圣经 加以分辨 加以衡量 弟兄姊妹 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提到了 耶稣基督和其他宗教教主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对比 其他宗教的教主和耶稣基督对比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从一项一项来 那些教主啊 都是人类繁衍的后代 男女结合生出教主来了 而耶稣基督呢 是圣灵感孕 童女怀孕生子 那些教主呢 是没有预定的目标 没有目的的来到人世间 可以说是偶然产生 是人为的条件 而耶稣基督呢 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言 他的诞生 他的使命 他的工作等等 正像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的那四十个预言 并且呢 按照时间 一个一个的都实现了 那些教主啊 都是人 没有神性 加上一些哲学啊 和伦理的概念 或者被人吹捧起来了 而耶稣基督呢 具有神的一切属性 是神的儿子 他是全知 全能 全在的主 那些教主 和他们的教徒 没有之间 个人的关系 更谈不到生命的关系 那些教徒 只是遵守 他的教条 在那进行宗教活动 而耶稣基督 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 信徒 可以随时的祷告 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那些教主 和他们的教徒之间 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 更没有办法控制未来 而耶稣基督 知道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并且永远掌权 那些教主啊 不仅救不了 他的教徒 连他自己 也救不了 而耶稣基督呢 是永活的神 凡信靠他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那些教主 死了 而且是为他们 自己的罪而死 并且 也在末日的时候 等候神的大审判 耶稣基督 为世人的罪而死 而且呢 要在末日 审判全人类 那些教主 死了以后 归于尘徒 不可能复活 也不可能 为他的教徒 做什么事 就算是佛教啊 有些 所谓的 德高望重的那些 和尚啊 僧人啊 死了以后 有所谓的 蛇离子等等 也都是 化为尘徒了 而耶稣基督 死后三日复活 并且呢 这是早已预言的事 使他的信徒呢 能够称义 那些教主 不能行 神迹其事 如果行的 也都是后来人 给他编出来的 一些神话故事 而耶稣教 而耶稣基督呢 他使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笼子听见 死人复活 那些教主 他们的尸体 都存放在 坟墓当中 或者说 编一个神话故事 他骑着马上天了 而耶稣基督 死后 复活升天 他的坟墓 是空的 所以 这么一对比 你就会发现 耶稣 和别的宗教的教主 有根本的区别 耶稣 不是基督教的教主 乃是 人类的救世主 下面呢 我们来和大家 做一件 这个复习 给大家出一点思考题 供大家思考 根据上面 我们讨论的 做一点归纳 做一点思考 比如说 你是怎么样理解 位格 人格 和地位的 怎么样 来解释 神的位格 第二个题 耶稣基督的 神 人 两性 理论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两性 与位格之间的关系 又是如何呢 耶稣 就是神 又是人 应该有 两个位格 才对啊 是不是 第四个问题 如何知道 耶稣 就是基督 如何证明呢 下面 当人敬拜 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向他的 神的位格敬拜呢 还是 向纳萨勒人 耶稣敬拜呢 为什么 第六个问题 如何理解 我与父 原为一 和 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这两句话 怎么来理解 他 坐在父神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呢 第八个问题 基督耶稣的人性 是不是也带到永恒里去了 为什么 你怎么理解 神的独生子 第十个问题 虚体说和道空说的本质是什么 你试一试 看看 三位一体 这个基本概念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 耶稣受洗后 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这又意味着什么 第六章 基督的无罪性 与无罪行 让我们先讨论 耶稣基督的无罪性问题 无罪性 是神的本质和特征 基督从出生 就是无罪的 他是神的儿子 基督是没有原罪的 也就是没有罪性 基督是女人的后裔 不是男人的后裔 人类的繁衍 都是由男女结合而产生 通常各个民族都以父系为准 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 却说他是从玛利亚生的 他是玛利亚的儿子 而不是约瑟的儿子 玛利亚呢 是从圣灵怀孕 他所生的乃是神的圣者 圣者就是圣洁的 是无瑕持的 是无罪的 圣这个字啊 从中文的角度来看 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所以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那里记载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因此所要圣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或者说 所要生的 必成为圣 成为神的儿子 有人可能会问 虽然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 但玛利亚本身也是罪人啊 那么罪人生下来的 是不是也是罪人呢 玛利亚也有从亚当 继承下来的罪性啊 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 天主教认为啊 在圣灵时玛利亚受孕的那一刻 玛利亚呢 就成圣了 因此呢 所生的就是圣者 这样解释呢 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但是呢 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 圣灵感孕的那一刻 玛利亚就成圣人了 这是用人的想法 使得耶稣的圣洁合理化 当然这个合理化是带引号的啊 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 玛利亚因为生了耶稣 就成了圣人 也没有说玛利亚成了圣母 玛利亚是神的侍女 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 他是有福的 但是必须指出 玛利亚也是罪人 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需要重生 而且呢 从耶稣一生的侍奉当中 看到玛利亚 一切一切 所做的 都是一直跟随着耶稣 并且呢 成为耶稣的门徒 那既然玛利亚也是罪人 耶稣又是无罪性 也就是说没有原罪 那是不是值得怀疑啊 这还是一个 有点解释的问题啊 使徒保罗 在谈到罪的起源 和罪的遗传 这个问题 给我们一些启发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它里边讲到 Therefore Just as the saint entered the world Through one man 一个人 这里讲的是男人 我们再仔细分析 看的话啊 这里讲的是男人 那么也就是说啊 罪是由一个男人 亚当进入了世界 那么亚当的后代呢 就有了罪性 每个人都有父母 罪性应该是通过 父亲事态相传的 而耶稣呢 却恰恰是由圣灵改喻 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而不是从人一生的 所以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如果罪是由女人传给后代的 那么耶稣也就有了原罪了 尽管他没有犯过罪 他也不是完全圣洁的 他的救赎和救主的资格 就出了问题了 比如说啊 很多夭折的小孩 或者说没有出生的 或者刚生下的 比如说甚至堕胎的 流产的这些 这些婴儿或者胎儿 都没有犯过罪啊 但并不能因此成为圣洁 因为他们都有原罪在里头 玛利亚本身也是带有原罪的人 但是当他没有和约瑟结合 而从圣灵怀的运的时候 所以罪就不传给下一代 那么至于说的 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就是有原罪的人的 因为他们都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后代 基督完全可以在神所定的时候 不经过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过程 列天而降 但是呢 如果是那样 他就不具有完全的人性 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就必须经过人生的过程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所以呢 他才能体恤 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 那种无助 那种软弱 担当我们的忧患 只是呢 他没有犯罪 那第二句 我们就要讨论 耶稣没有犯罪 也就是说 基督没有罪行 行是指行为的行 前面我们说的 罪行是性指的性 现在我们讨论 没有罪行 行为的行 说起基督没有犯过罪 在圣经当中 有许多的英文和记载 这些经文的记载 都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 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是没有瑕疵的 比如说 希伯来书 四章十五节 那里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 又说 想这样圣洁 五邪恶 五点五 远利罪人 搞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有比说 雅客书五章六节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 那里说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又说 引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照肉体说 他被致死 按照灵性说 他复活了 还有约翰一书三章五节 那里记载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这些经文都说明 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 但是在有关基督的真理 发展的这个历史当中 却有过一些争论 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 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性和犯罪的逻辑性展开了 比如有人问 假如基督不能犯罪 那么他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人呢 因为人都会犯罪嘛 反过来说 假如基督能犯罪 那他怎么又可能是完全的神呢 因为神是不能犯罪 换句话说 基督作为人 怎么可能不犯罪呢 而基督作为神 又怎么可能犯罪呢 这个问题啊 实在是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是对我们信仰根基的一个威胁 因为如果基督是有罪的 他在十字架上的罪 就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毫无价值的 因为罪的功架就是死 但我们所传的 所信的以及圣经的话 都告诉我们 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 所以啊 必须从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 位格和罪的关系上 来解释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用了很多的笔墨 论证耶稣就是基督 也论证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和位格 结论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不是分开的 而两性合一在神儿子的位格当中 这两性啊 是不能互相矛盾的 两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但却是完全合一的 人的罪性和圣洁的神性 不可能共存于神儿子的位格当中 因此基督是不可能犯罪的 前面的问题 假设基督和普通人一样 也有罪性 其出发点就已经错了 讨论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想起 师徒保罗所说的那的话 两我之争 两律之战 那里所讲的是一个有罪性的人 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以后 所出现的情况 在他里面 在一个人当中有两个我 一个是老我 一个是新我 这两种生命是互相对立的 彼此斗争的 不过啊 基督和我们不一样 在他里面并没有两种生命 只有一种生命 他不是在有罪性的生命以外 又接受了一个所谓的新生命 不是的 而是在圣洁的神性以外 取了一个无罪的人性 这种无罪的人性 就可能受视他 但却没有犯罪的可能 因为罪行起源于罪念啊 而罪念呢 又来源于罪性啊 因此我们说 没有罪性 就不可能导致罪行的残生 既然讲到这里啊 我们不妨介绍一下 有关基督的真理发展过程当中 曾经出现的一些糊涂观念 让大家呢 有所了解 正像我们前面介绍 有关道空论 次道空论等等 目的呢 是让大家呢 了解知道 增强我们的慎思明辨的能力 兼顾自己的信心 第一种 假如基督能被试探 他就有可能犯罪 可能犯罪呢 是受试探的必然推论 试探包含了犯罪的可能性 这种假法呢 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 这种说法 还是基于前面那个错误的假设 也就是说 适用于我们的 也必定要适用于耶稣基督 人受试探就可能犯罪 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 也会犯罪 耶稣既然是完全的人 就一定有犯罪的本能 犯这种错误的原因 是不理解耶稣基督的无罪性 也不清楚基督的神性 人性和神的位格之间的关系 人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和私欲 雅各书一章十四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而基督原本是没有罪性 所以在他没有犯罪的内因 因此他不能犯罪 而不是说能犯罪 结果他自己控制的很好 而没有犯罪 这是根本上的不同 我再说一遍 耶稣基督因为他没有罪性 所以他没有犯罪的内因 因此他不能犯罪 而不是说能犯罪而没有犯罪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上的不同 圣经当中啊 有很多人都亲自见证 耶稣是无罪的 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 我们现在呢 来举几个例子 这些人呢 他们很多都是 在当时的这个政要人物 比如说毕拉多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那里说 毕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留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 你们承当吧 还有毕拉多的妻子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九节那里说 正坐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 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还有卖耶稣的犹大 也是耶稣基督无罪的见证人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节那里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成当成当吧 另外西律也是基督无罪的见证人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那里说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最后十字架上的强盗 见证耶稣是无罪的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一节那里说 我们是应当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 第二点 假如基督不能犯罪 那么他所受到的试探就不是真的 或者说是微不足道的 他就不能与他的百姓有同样的感受 这种论点还是错误的 这还是基于前面那个错误的假设 就是把基督没有犯罪 看成是受到了所谓的假试探 或者是轻微的试探 换句话说 基督耶稣受到了和我们一样的试探 那么基督也会犯罪的 只不过呢 他受的试探比较轻或者是假的 所以他没犯罪 原因呢 就是因为一个真正的人 无法抵挡魔鬼的试探而不犯罪 如果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而不犯罪 那么基督就不是一个所谓真正的人 让我们再回到 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个问题上来 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 魔鬼从来没有逼着人去犯罪 而是引诱人去犯罪 人里面的罪性是犯罪的起因 罪性再利用人的自由意志 思维 知识 能力 去选择如何犯罪 犯了罪以后呢 再用他的知识 能力 聪明 去掩盖他的犯罪事实 所以啊 今天的世人犯罪的方法越来越高明了 越来越巧妙 他们有聪明行恶 而没有智慧行善 而耶稣呢 是没有罪性 但却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也是有完全神性的神 在没有罪性的前提下 魔鬼虽然试探耶稣 但他永远都不可能通过耶稣的自由意志 达到是耶稣犯罪的目的 耶稣基督的自由意志 思维 感情 能力 完全从属于他的位格 并且呢 受他位格的支配 也就是神儿子的位格 神位格当中两种属性 不可能有互相矛盾的表现 所以啊 罪不可能和神的圣洁 共存于神的位格当中 所以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 第三点 如果耶稣不能犯罪 那么他就没有自由意志了 其实这个讲法的错误在哪里 自由意志本身并不是犯罪的根源 起因 而是犯罪的一个工具 人没有犯罪以前呢 就有了自由意志 却没有用自由意志去犯罪的 这个根源 而是照着神的吩咐 不吃分辨善恶术的果子 那就好了 直到人的自由意志 被魔鬼误导和利用以后 人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才造成了罪的祸根 前面我们讨论过 耶稣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也是自由意志的神哦 他的自由意志 完全从属于他的位格 从这话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那里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的无罪性和无罪行 在完成救恩的整个过程当中 是十分重要的 也是他作为全人类救主的一个基本条件 但是呢 仅仅他是无罪的 和无罪性和无罪行的 还不够来完全做全人类的救主 完成救恩 他还必须成全律法 完成救恩才有资格呢 做人类的救主 就业时代的律法不能废去 因为耶稣讲 他就业的律法不能废去 我来不是要废去 而是要成全 反而呢 要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成全律法 人因为肉体的软弱 无法行全律法 都是因为罪在人里面作怪 所以啊 在罪 在律法以下 没有一个完全人 都是罪人 都要受到律法的制裁和审判 都是该死的 罗马书中 讲到律法和人的软弱时 这样说 罗马书 法章三节 四节圣经记得 律法 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甚至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地 在肉体中 定了罪案 是律法的意义 成就在我们这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不仅人呢 肉体上有软弱啊 律法本身 也有软弱的地方啊 律法只能让人知罪 而不能让人除掉罪 更不能摄取罪欧 律法本身是好的 是要求人遵行义 这个标准 人达不到标准 那律法又没有办法 帮助人达到那个标准 但现在好了 现在耶稣为人类 承受了律法的咒诅 做了人类的赎罪祭 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 这就成全了律法 因此神的义和律法的义 都成就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 因此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将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耶稣基督不仅成全了旧约的律法 而且向人颁布了更高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 只能约束人的行为 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而耶稣基督所讲的道 是更高的律法 这个道 约束的人心思意念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那里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坚印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世主 只有耶稣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世主 有人问他了 问一个问题 耶稣怎么一个人能救全人类呢 一个人只能救一个人呢 再救一个人就有点困难了吗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成就了一个救恩 开辟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指明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赐下了一条永远的生命 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走上这条永生的路 接受这个真理 得到新生命 就必得救 当初的人类 老祖宗亚当 一个人的悖念 结果使他的子孙千万代 都陷到嘴里 如今信主的众人 也都因为耶稣基督 一个人的顺从 就成了千万代 被称为义 我们说这个称为义 原文的意思就是算为义 正像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说的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背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因信称义的救恩 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各种敌基督的异端 邪说 都曾企图在这个根基上 动摇我们 从有关的基督的真理的发展史当中 我们看到这些弊端 异端 极端 都怀疑过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和他犯罪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在这里 画了一个图 帮助大家理解 好像一个房子 有柱子 最底下两根柱子 是耶稣基督的无罪性 和耶稣基督的无罪行 这两个柱子搭起来 就形成了耶稣功绩和圣洁 在无罪的前提下 才能谈到完成权律法 完成救恩 耶稣成权的律法 也完成了救恩 因此呢 在两件事都完成了以后 他才有资格成为全人类的救主 正是因为他成了全人类的救主 这个基础已经奠定好了 所以上边就建造起来 因信成义的这样根系了 透过这些异端和弊端呢 对我们的攻击 看到一个本质问题 那就是他们都想从根本上否认 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资格 他们是要极力否定的 那正是基督徒是坚信不移的 而且呢 要做到真知确信 信的有根有基 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不信的人 会敌基督的 他如果是正面的攻击 我们都能够抵得住 有人告诉你 不要信耶稣 信耶稣杀头 可能呢 这种白色恐怖啊 吓唬了人一时 好多人呢 在恐怖当中呢 不敢公开承认 但是这些 不会动摇一个人信仰的根基 相反的 越是有这样的逼迫 正面的攻击 往往呢 使基督徒的信心呢 更加坚固 可是今天呢 是一个大迷惑的时代 魔鬼非常狡猾 他知道正面的攻击 迫害 白色恐怖 没有把中国的基督徒吓唬 反而呢 经过了这么多年 基督徒的人数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成倍的增加 所以呢 现在在教会内部 就开始制造出来 好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传一些别的福音 让我们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动摇 如果根基动摇了 这个房子 这个建筑 就很容易倒塌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根基损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第七章 我们继续讨论 耶稣基督的工作 或者说 耶稣基督的时分 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他的拯救的工作 基督要拯救罪人 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是用自己的血 为人类付上了重大的代价 因为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基督替我们流的血 替我们死 这是神的旨意 也只有耶稣基督的死 才是神的旨意 人死 却是得了犯罪的功效 而不是神的旨意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并没有让人死 可以这么说吧 最初造的那个人 是长生不老的 所以那个人呢 是让他管理神所造的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所以理由的 管理这一切 但是可惜 人受了罪的污染 就死 就拎着了众人 那基督降世的目的 就是要完成 父神所设立的救恩的计划 所走的路 就是施加窄路 设立的救法 就是因信成义 而不是因为行为成义 而且这个救恩 必须由基督来完成 也只能由他来完成 因此我们在这里 确切的讲 肯定的说 除了施加以外 没有救法 除了福音以外 没有救恩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救主 在这里我多说一句 天主教那个讲法说 除了教会没救恩 是错的 今天在有些帮派当中 说离开了我们这个帮派 离开了我们这个团体 离开了我们这个团队 离开我们的这个教会 那就不得救了 那是绝对的错误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第二方面 耶稣做的工作 那是和好的工作 谁和谁和好 就是基督使得人与神和好 不是神与人和好啊 因为不是神得罪了人呢 而是人犯了罪得罪了神 人自己和神隔离开来 耶稣就拆毁了中间的墙 正将一副所书二章十三十四节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是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因他是我们和睦 那原本是说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所以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 今天被雇用了 将两下拆毁 和而为一 把什么教都和而为一了 道教 佛教和基督教 天主教都和而为一 甚至我们看到 现在的天主教教皇 跑到伊斯兰 那个庙里 也去和伊斯兰 和一了 弟兄姊妹 这不是圣经真理 基督除了使人与神和好 基督也使人与人和好 因为有了基督的爱 人与人之间呢 才会有爱 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 原谅别人 饶恕别人的过犯 有爱的地方 才会有宽恕 赦免 和平 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还有一幅所书 四章三十二节 那里说 必定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说 基督除了使人与神和好 基督使人与人和好以外 基督还做一个工作 就是使人和咱们自己和好 这话怎么说的 很多人呢 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去 哎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后悔药是难吃的 于是整天着 哎 生叹气 一生都生活在 悔恨 懊恼 沮丧 恐惧 内疚 罪恶感当中 信了耶稣以后 才能以自由 得到 在神面前 赦罪的平安 第三点 耶稣做了挽回的工作 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 挽回了神的怒气 使我们不再做奴仆 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人能够得救 是凭着耶稣的血 也是借着人的信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说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 忍耐的心 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 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里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第四方面 基督做的工作呢 就是审判的工作 基督 要审判全人类 和一切受到的 包括天使 父神把一切审判的权柄 交给了基督 人就是要按照自己所行的 和善和卧受审判 因为审判 要从神的家起手 正像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别的前书四章第五节又说 他们必在了将要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张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说到这里 我想插一段话 我们记得几十年前 我做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诗歌是说 真有审判 真有审判 人人死后有审判 耶稣基督降世 为了救我们 撮离审判 那知道诗歌 好像说 和刚刚年的经文 不符吗 而那个诗歌是说 耶稣降世 为了救我们脱离审判 那就是信耶稣的 不经过审判了 可是刚刚你的经文 人人都要审判吗 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头 起手就是开头 这怎么解释 那时候诗歌错了吗 也没有错 只不过那时候诗歌是短歌呢 是教给孩子唱的 所以就从简化了 原来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人都要经受审判 只不过这个审判呢 只有两类不同性质的审判 对信耶稣的人 是受内部的审判 所谓内部的审判 是我取的名啊 就是说 接受人工作 侍奉的审判 看看你在世当中 是否遵守主的话语 在教会当中 是否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这是一个赏赐的审判 你做的好 得的赏赐大 做的差 得的赏赐小 至于说 对那些不信的人 拒绝神 低当神的人 他们受的审判是 被称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那是定罪的审判 不是领赏的审判 两种不同的性质 耶稣做的第五个工作 就是国度的工作 耶稣基督教导门徒 祷告 说怨父的国降临 怨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他要从世上 招出他的子民来 进入天国 要我们进窄门 走窄路 因为通往天国的门 是这个路是小的 门是窄的 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耶稣呢 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的信息就是 天国尽量 你们应该悔改 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之一 第六项 就是拆派的工作 或者说 要拆钱的工作 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往哪里去 往普天下去 传语音 给万民听 报好消息 给万民 正像圣经所说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弃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 彼此相爱 在这里 我们插句话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往普天下去 那么今天 有人提出 所谓的伟大的意象 要传回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说 圣经没有传回 耶路撒冷去 这个真理 只有传出去 从耶路撒冷开始 往外传 那你说往外传 就不往里传 也可以往里传 但是不是传回耶路撒冷 今天口号讲的很响 叫传回耶路撒冷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要成为 差传的中国 宣教的中国 弟兄姊妹 圣经没有这样的真理 没有这样 漂亮的民族主义的口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专门有这样一个 一篇文章 有VCD 专门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第七 第七点 耶稣做医治安慰的工作 他不仅医治人的疾病 也担当人类的痛苦 他安慰忧伤的人 体虚软弱的人 压伤的芦苇 他不遮断 江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凡劳苦担重的人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他那里去 他就使我们得安息 耶稣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您 这一切都表明 耶稣基督 医治伤心的人 安慰软弱的人 然后 他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第八点 耶稣做教导的工作 基督借着各种比喻 教导门徒认识真理 把父神和神的属性 以及位格启示给门徒 他也揭示了自己和父神的关系 以及他的使命 耶稣所说的一切神迹 说的话 行的一切 都是在向门徒 向世人 揭示他的属性 第九 耶稣做宣告的工作 基督在十字架上 宣告救恩已经完成了 他复活以后 宣告他战胜了仇敌魔鬼 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他也宣告了 他将来还要再来 从此信他的人 可以不再惧怕死亡了 另外 耶稣也做引戒的工作 引呢 就是引导的引 戒就是戒绍的戒 基督把圣灵引戒给门徒 和一切信他名的人 这是第一次用宝会师的名字 来介绍圣灵 并且让人开始认识圣灵的工作 与角色 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也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心里 也要在你们里面 讲到这里 我们要对 有关基督的真理 这一个部分 做一个总结了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讲到了有关基督的真理 经历了一千八百多年发展的历史 不断完成 不断的完善 对基督的认识 有关基督的真理告诉人们 基督就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是全人类的救助 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主 在前面七章的学习当中 我们从很多的方面都论证了 基督的地位 第二章 我们用了旧约圣经当中 四十个有关基督预言 和这四十个预言 在新约当中应验 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事实 证明了 基督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基督 并且用推理和逻辑的方法 来证论 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的合理性和唯一性 有关基督的真理的根本 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第三点 在第三章当中 在确定了耶稣就是基督以后 我们回顾了有关基督真理的发展史 以及这一段历史当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加克敦会议的贡献是巨大的 虽然加克敦会议没有清楚的解释 道成肉身的含义 但却明确的指出了 基督的人性 神性 和基督的位格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纠正了 所谓的幻影说 世子说的弊端 使得有关基督的真理 能够符合圣经的教导和启示 接下来 我们又从神的各种属性角度 看耶稣基督的神性 用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 论证了耶稣基督 神性的真实 我们也着重谈到了 耶稣基督与父神的特别关系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澄清了神的独生爱子的这个概念 阐明了 我与父原为一 和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这个含义 简要的谈到了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关系 在第四章里边 我们在论证了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时候 从耶稣基督各种人性的表现和活动当中 看到了他的确具有完全的人性 只是呢 没有罪性 他有像人一样的出生成长的过程 他有人的肉体的需要 有人的感情思维等等 那么在第五章当中啊 我们讨论到了道成肉身的真理 首先呢 我们从约翰福音当中参考原文 我说的原文就是希腊文 也包括英文在内学习了 太初是道 不是太初有道 我们讨论到这个和合本万语的是太初有道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太初是道 讲到了神的原始性和永恒性 也是用慎思明辨的态度分析了 中国的老子所讲的那个道 和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道 两者之间的差异 接着呢 我们就列举了道空论和虚极论 各种错误的讲法 错误的概念 并且加以分析批判 找出了他们其中的错误 在第五章当中我们还谈到了 在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 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合一 在同一个位格当中 这个位格是神的位格 而不是人的位格 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他一切的表现都显明了 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位格 借着 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 显现在世人面前 他的神性 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 但是 他的神 人 二性 可以交互 交替出现的 又是重属于 他的位格 这个可以自由的 在肉身和灵体之间的变换 转换 使他在永恒里面的灵体 在世界上 是属于肉体的部分 并且 用登山变相 做一个例子 来说明 基督的神性 人性 神人 二性 第六章的重点 是论证 耶稣基督的无罪性 和他的无罪行 经过了前面五章的考证 已经建立了 基督耶稣神性 人性 位格 以及道成肉身的真实性 首先呢 我们从耶稣基督出生的方式 论证了他的无罪性 又进一步讨论了 玛利亚的原罪 和耶稣基督无罪性的关系问题 后来 我们用有关基督的真理 发展史上一些 经典性的例子 探讨了耶稣基督 不可能犯罪 和能不犯罪的问题 证明了耶稣基督 做救主的资格 第七章啊 我们简明厄厄的 探讨了耶稣基督 十个方面的工作 对于有关基督真理的 正确的理解 和运用 那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位基督徒 都必须清清楚楚 知道我们信的是谁 为什么要信 耶稣和你我之间的 私人的关系 又是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用了这七章的 这个篇幅呢 把整个有关基督的真理 做了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介绍 希望呢 给大家有一点点启发 在我们更深的学习的 之前呢 这样给我们打下一个基础 在这里边呢 我们把这个基督 各个方面 做了简单的论证 这里边也有很多的参考资料 我们也建议大家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最根本的是以圣经做标准 参考书都是人写的 只有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所以对任何人写的书 做的光盘 讲的到 我们都必须慎思明辩 慎思明辩 原来的意思就是 经过审判判断 用通词的话来说 就是大胆欢宜 就是犯信犯疑 好了 我们讲到这儿 我们基本上 把有关基督的真理 做一个结束 在我们继续学习 根基建造系列 以下的这些内容之前呢 我建议大家呢 回家 回去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内容 做一个总理 然后总结 对于那些思考题呢 大家希望能够 有一些思考和探讨 探讨 然后做一些练习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一起 在组里面来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